京东刘强东涉嫌在美性亲女大学生的事件仍在剧烈发交中,各路媒体甚至都吩咐美国案件事发地的明明苏德州大学附近进行走法。 关于案件的各种消息也分踏传来,包括当天饭局的饭馆,被带走时所在的教室,以及饭局上的陪同人员等等。 而最新的官方消息是,京东在公司的英文官网上,首次正式承认刘强东涉嫌性亲。 而明尼苏德州明尼埃波利斯市警方方面则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从涉嫌性亲案件发生以来,京东股价在四个交易日内跌,走了14.17%,而最多的时候跌幅高达16.82%, 而京东的市值也缩水了近65亿美元,最多是缩水超过70亿美元,而当前案件仍在调查中,一旦美国警方调查结束正式启动诉讼,刘强东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当前虽然京东是上市企业,但刘强东对京东拥有超过80%的投票权,可以说京东自始至终都是刘强东一个人的企业。 如果他一旦身陷牢笼,这对京东股价可能将是灭顶之灾。 京东面临的危机还不止于此,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京东方面曾经发布公告称, 刘强东先生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遭遇到了实施指控,经过当地警方调查, 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形成。 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和造谣行为,采用必要的法律行动, 后续事情的发展不断地打脸这份草率的公告。 前两天京东官网上的最新公告也宣告前面的公告完全与事实不符。 现在,京东的麻烦不光是提担家人自身的陶测事件, 而京东自身也被质疑,实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 导致投资者错误发生投资决策。 在中国证券版中明确规定,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等重大事项, 必须及时准确真实地进行披露, 美国证券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并定义为证券欺诈。 所以,基于这一点,从9月2日京东就此时发布的第一份公告开始, 其所有投资者包括此后买入及卖出的所有投资者, 都可以向京东进行索赔,而一旦这个事实残明, 京东也将面临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重罚, 美国证券市场的发达得益于其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证券市场执法部门, 主要是美国联邦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美国联邦司法部负责对证券欺诈案件进行调查和提提刑事诉讼, 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则负责行政执法起诉, 对证券上市公司提起诉讼或者开出巨额罚单。 除此之外, 美国资本市场还有一股独特且重要的监督力量, 即证券集体诉讼, 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安然公司财务欺诈案件。 安然公司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 通过互相出售回购, 证刀股权, 对冲交易, 空挂引收票据等方式, 在会计报表中续增利润6亿多美元。 2002年1月, 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 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 并开出第一张金5亿美元的罚单。 随后, 美国司法部正式开始对安然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进行刑事调查, 不仅后安然公司就破产了, 事情还没完, 破产后的安然公司, 包括创始人在内的一众高管, 被投资者和银行集体指控, 面临了止额的罚款, 甚至不少人还遭受了牢狱之灾, 而安然投资者则通过集体诉讼, 获得高达71.4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 当然, 京东的情况没有这么恶劣, 但是, 如果接下来应对不好, 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毕竟, 如此业余的公告, 都能经过内部公关和法务的层层审核发布了出来, 谁能保证接下来京东还会不会发同样的错误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我 ży了, 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观看